我們現在要知道的內容叫基本提示 這裡課本沒有 是我要告訴你 未來在學習理化過程當中 你所可能需要知道一些想法 觀念等等等等的東西 第一件是叫公式 你們現在在課本上 參考上所看到的公式 其實很多是所謂的定義 我們也 國中生活也不要跟你分清楚 什麼叫定義 什麼叫做公式 人家叫公式 公式 那 這個公式你就一定要把它記住記下來 你才可能去進一步解決別的問題 你公式沒有背後面就不用講 公式沒有背後面就不用說了 所以一定要把公式背起來 那我們用我們未來 馬上要學到的密度公式 D等於V分之M 給你講解 什麼叫做把公式背清楚 你要把公式背清楚 第一件事情 你最好能夠知道 它的中文的意思是什麼 密度就是 單位體積內所含有的質量 知道它的中文在跟你講什麼 你最好知道中文 但是你們這些世界超級 同樣的同胞 都嫌中文又臭又長 懶得背懶得記 又只想要被英文簡單 D等於V分之M 那麼 你要再去知道別的事情 所以密度就是單位於s 還有中文的意思 當你只想要被D等於V分之M的時候 要清楚什麼叫D什麼叫V什麼叫M 這句話等於將會再出現 你要知道D代表密度 N代表質量V代表體積 英文字母只有26個 一個公式最少有三個字母 那你背的公式不只八九個 原來有些字母會重複的使用 在這個公式裡是這個意思 在M公式裡是另外一個意思 不要搞錯了 比如說 你們未來會學一個MOR濃度 裡面有個大M 大M 就是MOR濃度的意思 大M 然後呢還有什麼體積什麼之類的 我問學生說 那請問怎麼算MOR MOR等M乘V 很對 什麼是M 質量 M叫做MOR濃度 那它大概都是M 所以要搞清楚你每個人的意思是什麼 這等一下會再出現一次 每個意思要曉得 好 那MOR濃度M這個不一樣 這不一樣 有公式這個V啊 這個V 有的公式V是體積 在歐姆裡面的V是電壓 這一個M是質量 MOR濃度M是MOR濃度 所以要搞清楚你在背什麼 來背什麼 搞清楚不要弄錯了 再來 再來 要注意所使用的單位 我們柏爾的使用單位 大部分都是什麼 功克啦 公分啦 到了柏山 大部分都是公斤啦 公尺啦 還會出現什麼牛頓啊 焦額啦 然後牛頓會跟公斤重有關係 可是又不一樣 所以有的時候我需要用牛頓 有的時候我需要用公斤重 有的時候需要用公斤重 你要搞清楚你是需要用什麼 要用什麼單位 公斤重 OK 好 這裡面 M是用功克 米基是用 地方公分 不要公分 OK 那牛頓接 公斤 公斤裡面 國三要學的 這個M弄公斤 或我們都必要用公升 所以不要弄錯了 不要弄錯了 有很多人之所以會算錯 是因為單位弄錯了 單位弄錯了 所以要算錯 單位要注意 不要注意 再來要注意限制條件 而且公斤有的 有些公斤是全部都能用的 D等於V分之間 這個公斤 通通可以用 任何情況下 算命多次 放體積放質量 就可以算密度 任何情況都能用 這個沒有限制條件 但是 我們國二下全期會選一個 浮力公斤 叫做浮力等於物重 這個公斤只用在浮體 丟下去會自己浮起來 然後呢 這個黃色字的P等於F除以A 這個公斤 算壓力了 這個公斤是所有的壓力 都能這樣算 只要你知道力 只要你知道面積 就可以算出所受的壓力 但是我們還會被另外一個公斤 叫做前面那個P等於HD 這個公斤只用哪裡 淨水 就是淨水的液體 淨水的液體才能夠用 所以公斤是有限制條件的 還有一些是有方向的問題 我們會學到有些公斤 是要互相垂直 比如說 這個黃色字的P等F除以A F跟A就要互相垂直 要互相垂直 我們還會學到一些公斤 要互相平行 國三會有公斤 要互相平行 所以它可能在方向上會限制 我要垂直或者我要平行 所以丟給你的時候 你要看它有沒有垂直 有沒有平行 要找到垂直 或者找到平行量 才可以用 叫做限制條件 所以 什麼叫做把公式背起來 有記清楚 第一 你最好知道它中文的意思 第二 你要了解你所背的英文 每一個代號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好的 第三 要注意它所使用的單位 第四 這個公式有沒有限制條件 使用在某種情況 或者方向上必須要垂直或者是平行 要注意 要注意 這樣子都夢懂之後 才表示你把這個公式給背清楚了 OK